大家好我是樂寫阿傑黃世傑 感謝您收看樂寫阿傑頻道 今天我要再次把之前已經改造好的陽台 再做一些小小的變動 為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我的陽台 它這些不鏽鋼的腳鋼已經把整個空間已經弄起來了 這個空間感覺還不錯 但是少了一些東西 就是我在掛這些路角局的時候 板子有大有小 如果掛大板小板的又插不進去 掛小板大板的又不好放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你用腳鋼 上面算有很多洞你會很好掉 但還是有一些空間無法利用 我覺得這樣還蠻可惜的 所以我就買了直床板 如果各位逛過藍園 就一定會知道在藍園的層架上面 有這種一塊一塊的板子上面有很多方格的洞 那這樣又透氣又可以放東西又很強壯 這次還不錯 挑到一個剛好十片 六百五還免運費 所以一次買十片 要來利用在後面的這邊 這一面牆上跟背面的那一面牆上 因為我量過長度 所以我打算每一個角度掛一片 我想你這樣子在利用空間上面會剛剛好 剛才已經先把上面這一面牆的東西收光了 現在要做一件事情 開始把不鏽鋼原本放好鎖好的層架拆下來 等一下應該會有一個完全不同的景色 好 準備上空了 開始吧 哇 終於把我們這邊的這個不鏽鋼腳竿 稍微移了個位置 先把原本的這一根移上去 這樣上面可以掛小板的 然後這邊又往上移了一格 剛好可以放一個直床板 這邊也放一個直床板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是兩片直床板的狀態 下面這邊還要再做一片進來 這樣子整面掛起來會很好利用 最重要的是直床板兼具 通風的效果 通風喔 不能一直碎碎念 還是要繼續上工 繼續做 把它做完 太棒了 現在已經把三個直床板都已經做到這裡面的白鐵腳竿上面了 所以現在要做一件事就開始吧 原本掛在上面的 中間的 下面的 下下面的 全部都再掛回去 我們來看看原本掛的狀態 跟現在的狀態會差多少 這個還蠻重要的 看來我要思考一下要怎麼掛 好直接開始好了 要把直床板綁到上面去還蠻簡單的 我都是用最簡單的 就是4mm的旅線去做固定 這樣要拆也好拆 你到時候拆開還是可以待了 繼續使用 各位可以看一下 好大 我又 我又躲進來 等一下這兩位 你再掛到那邊這樣 這樣這個空間會更好 然後各位可以看到這邊的這個牆面 掛起來是不是感覺整齊很多 真希望露露永遠不要長大 維持這樣可愛的樣子 對空間又多了幾個出來 這樣又要出去 把外面的露露再接回來了 耶很棒超開心的 其實還有一邊還沒弄 還有哪邊 還有這一面 好今天就先這樣子 因為還是很多事情要做 然後也希望大家的露露 就算陽台小小的也可以做一點改裝 讓你的露露住得更開心 讓你躲在裡面 也覺得很開心 掰掰 謝謝 謝謝